麥克風為嚴絕準備一下好嗎 來 謝謝 歡迎你又一次來到我們的這個 Tito流行音樂獎 去年我們也見到面 對不對 所以今天又一次來到台北小巨蛋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覺如何 是 非常謝謝你們的邀請 每年都很開心 尤其也非常看重這個頒獎典禮 是 每年來都覺得一年比一年聖誕 然後相對的我覺得我的音樂 也要每一年也要越來越好 是 然後這次準備的是比較爵士感覺 我們帶了一個Trio 一個Saxophone跟Double Bass 我們改編了我得獎的那個 好的情人 沒錯 那我比較想問一個問題啊 就是譬如說 你已經有唱出好的情人這樣子的一首歌 那你自己本身有沒有心儀的對象 譬如說如果你喜歡女孩 又有什麼樣的條件呢 那你要如何成為好的情人 好的情人對我來講就是 兩個人靈魂真的可以交流 真的是可以談心 無話不談 然後女生的話要孝順吧 孝順 就是很重視家庭的 其實很多男生的第一個條件都是孝順的 反而不是樣貌或是 跟大家都可以相處的來啦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對 剛剛妍角也講到 這一次特別的演出 帶來一個Trio的一個Band牌 對 去年也很有趣 去年是跟Janet一起 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對不對 去年是跟Janet 哇我跟你講妍角你這樣 以後下一次再來的時候 要更大的孝順 你還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大家也會非常非常的期待 對不對 我自己也很期待 接下來呢 音樂上面的作品上面的計畫 有沒有什麼好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其實是在半閉關的製作期 那校園也就是盡量少接 因為都在做第五章的東西 對 但是校園正經畢業季 所以還是會去跟同學打打招呼 然後唱一下上一張專輯的歌 是是是 那有沒有預計什麼樣的一個時間表可以出來 呃 我覺得還是要做到好 所以 我跟你講我曾經有聽過那個 他閉關的時候啊 他對自己都非常非常的嚴苛 結果他如果練吉他 就是一直練一直練一直練 所以他都不會停 然後搞到很累 所以他是這麼嚴格對待自己的人 追求完美的一位就對了 好那希望你可以早日出關 然後帶來新的音樂給我們 出關 好快出關給我們 謝謝顏絕 謝謝大家 謝謝 來麥克風我們幫你先收一下 謝謝顏絕今天來到 謝謝 好 來來來 媒體這邊 今天挑戰很帥 西瓜西裝 好帥西瓜 快夏天了幫大家消暑 嗯 欸蠻幽默的 蛤 蛤 嗯 這個造型就是 在我很狼狽的 閉關時期 盡量弄一個造型 哈哈哈哈 你剛才那個表演 如果的時候 會有甜蜜的造型 要不要你講 簡單講一下 哦 好 他前面如果大家可以去看 playback的話 前奏 我有故意做一個quot 然後是一個爵士經典 叫When I fall in love 然後 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經典 之後 希望可以跟家家在我們 八月的演唱會真的唱整首 對 好 謝謝 謝謝